昨天下午第二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在深圳落下帷幕 下面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看精彩分成的决赛现场 还有最后四五秒基地血量一点一点的下降 以三百四百的伤害 比赛时间即将结束 那么恭喜红光上海江湖大学获得了203 Robo Master中冠军 在冠军争夺赛中 红方上海交通大学和南方东北大学实力不相上下 在经历了四轮惊心动魄的对决之后 最终上海交通大学靠着默契的团队配合和严密的战略 以三比一的比分获得全国总冠军 挺激动 然后大家都很激动 我们明天会继续努力 这个比赛会叫我们怎么把理论上运用到功能上 做出一个能用的机器人 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一点 这是课上学不到的 机甲大师赛通过比赛赛制的设置 引导学生对不同类型的机器人进行研发 以攻克实际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完全自动化运行的机器人 是今年机甲大师赛上的一大突破 它可以通过视觉感知周围环境 根据比赛进程进行自主巡航 通过算法提前预编程 让机器人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机甲大师赛作为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旗下赛事之一 至今已举办9届 今年共有240支高校战队报名参与机甲大师系列赛 选手数量超过15000名